从高气霜南部和群 我们来到了纪录孙中山市的公园 这是为了纪念曾在我们居住的孙中山先生而建立的 是澳门最大的公园 这是垂花悬梨花 锦葵柯悬梨花树 它有进化空气的作用 百日草 用成百日菊 云花季长而得名 原产于墨西哥 是很常见的观赏植物 这个是日日荫 也是很常见的观赏植物 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植物体带有乳汁 而乳汁是带有毒性的 死花奴隶草 同样也是比较常见的植物 花期很短 早晨开花 绑完就凋谢了 这是软枝黄柴 也很常见 花朵较大 它的乳汁树皮和种子都带有毒素 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沙种活性 这次报告让我们突然发现 每天冲冲入路 因此很顺其自然地就忽略了水面的一切 我们觉得这次报告带给我们最多的不是风涨的见识 而是让我们突然发现周边的不适的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